大大學通識課程生態文學 23日下午邀請長期關心生態議題的詩人吳聖道校演講 分享他打造純圓種植台灣原生種樹木的過程 以及種樹的觀念 我對整個台灣的自然環境也非常的關心 因為我一直 認為我們一定要對整個台灣的自然環境 也要盡一點心力 因為我們的經濟發展的過程裡面 坦白說是有很多的問題 他對整個台灣的一個環境的破壞 或者是自然資源的浩劫 我們都覺得都是 要趕快有一種修正 調整 甚至彌補 所以因為這樣的一個心情 不是要批評 而是說 因為我們要面對 它現在自然環境的惡化 包括你看現在 我們原來台灣是水融融的世界 到處都是溪流 水源很充沛 可是為什麼會變成現在 今天大家都很緊張 變成一個缺水 吳聖進步說早在1960年代 瑞秋卡森就出版了《極靜的春天》 提醒大家重視農藥 除草雞對環境的危害 樹對自然環境相當的重要 樹沒有人類依然能活得好好的 但人類沒有植物就會無法存活 吳聖老師是我們學校第一屆的駐校作家 然後過去很多年也擔任我們 鴻城文學獎新師組的評審 常來我們學校演講 然後常常是在我的 現在是選擇的課程中 所以吳聖老師對我們學校 學生的文藝創作的提點 還有鼓勵 這是非常多的 那今天是生態文學的課 然後SDGS的聯合國的永續生態指標 有很多項目都跟我們的課程相關 通識中心助理教授張家家指出 生態文學課程特別邀請眾樹的詩人吳聖演講 相信可以開拓學生的文化視野 待人新聞流行校採訪報導